基督教来华传教在唐代就已经出现了 明清时期规模更大 明清时期大批的传教士来到中国 除了传教 他们还带来了西方文化 进行西方科技的跨文化传播活动 这也形成了中西文化交流史上 西方人学习汉语的两个高潮 一个是明末清初 以利马窦金尼格为代表的天主教传教士来华 一个是清末 以马里逊为代表的新教传教士来华 传教士们到中国后 首先都要学习语言 然后再开始传教活动 所以学习汉语成了他们到中国后的头等大势 因为汉字完全不同于西方人使用的拼音文字 为了克服语言不通的障碍 解决文字工具方面的困难 他们产生了用拼音帮助汉字学习的想法 美国传教士丁伟良说 汉字是一种表义文字 语音的音质很不确定 所以我们不得不尽力而为 用无所不包的罗马字母来加以表达 目前学术界认为最早的传教士拼音方案 是普汉词典中所记录的拼音方案 普汉词典的主编是意大利人罗明坚和利马窦 之所以使用普汉语 是因为当时葡萄牙语是欧洲 及亚洲葡萄牙殖民地的共同交际语 到印度、中国和日本的商人及传教士 都要懂得葡萄牙语 我们可以看一下词典的排列 一行为普汉语单词 一行罗马字 一行汉语词 通过这种平行的对比排列 使传教士可以根据罗马字的读音 读出中文的字或词 普汉词典里的拼音方案虽然不太成熟 但是它是最早的方案 可以说是后世一切汉语拼音方案的鼻祖 1605年 利马窦在北京出版了《西字奇迹》 内容是三篇用罗马字给汉字注音的文章 利马窦把这三篇文章加上一篇 《数文赠右博成子》 送给当时的芝末专家程大约 程大约把这四篇文章一起收入到了他编的城市墨院里刻印出版 所以我们现在才得以看到 这张图是后人整理出的历史拼音方案 包括了26个生母和44个育母 还有声调符号和送气符号 利马窦在用拉丁字母给汉字注音的时候 始终对汉字保持着恭敬的态度 在《数文赠右博成子》一文中 他称汉字为一世之名文 与之相对应的外国文字为荒外文 金尼格是第一位来中国的法国传教士 他先后两次来到中国进行传教活动 为中西文化之间的交流事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金尼格编写了一本汉语学习课本 《西如尔木兹》 这是一部帮助来华传教士学习汉语 认读汉字的书 书中用罗马字母标注了汉字 金尼格的罗马字注音方案包括 20个生母、50个育母和5个表示声调的符号 罗长培说这套方案是经过中国学者的指示 根据中国音韵的原理 经过整齐划一的功夫的 因而更加科学、系统化 金尼格方案与利马豆方案多有重合 体现了继承性和发展性 学术界将其称为利金方案 罗明坚、利马豆和金尼格 是早期来华传教士的代表人物 他们的语言学著作和其他学术作品 被当时一些进步的士大夫所接受 所创立的罗马字标音也给当时的文字学家很大的启发 明末思想家方以智就赞赏过拉丁文字的标音制度 他说 这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国内学者 早期的用拼音方法给汉字注音 对汉字进行改革的思想 到了19世纪初 西方学者对汉语的研究重新繁荣 英国新教传教士马里逊 于1807年来到中国 他用了13年的时间 编写了一部华英字典 这是中西历史上最早的一部 英汉汉英字典 在字典中 马里逊对中文例句里的每个汉字的读音 用英文字母进行了磨写 他的汉语拼音方案在传教士拼音方案中 起到了成前起后的关键作用 以上传教士们的书籍并没有在社会上得到广泛流传 而且因为当时的中国文字学界没有相应的 标准的用来描写汉字读音的表音规则 他们的方案是见仁见智 所以用拉丁字母标音的方案也没有得到真正的传播 其作用也只是局限于外国人 对于中国人来说仍然是很陌生的 传教士在标注汉字读音的工作中 一向是各自为战 虽然出现了很多版本 但这些都不具有代表性和普遍性 直到后来出现了微式拼音 汉字读音才算是有了相对稳定的范本 威托马从1841年起在英国驻华使馆任职 当时正值中国的官话由南京音向北京音转变 北京官话逐渐取得了国语地位 而当时的书籍和著作都是描写南京官话的 没有一本描写北京官话的书籍 于是威托马就以北京官话口语为描写内容 编写了一部汉语官话教科书 语言字尔集 这是一部很高水平的汉语教材 书名呢取自中庸 君子之道 譬如行远 必自尔 譬如登高 必自卑 意思是君子之道 有如外出旅行 想要远行 必须从足下开始 想要登高 必须从低处开始 千里之行 始于足下 学习语言是一个长长的旅程 任何人都要从基础开始 循序渐进 长期努力 语言字尔集在当时成为西方人 学习北京官话的唯一的一本教科书 现在我们所能看到的最完整的版本 是以第二版为蓝本 2002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的 作为当时一部权威性的北京官话口语课本 这本书系统地记录了 19世纪中期的北京官话口语的真实面貌 为后来的学者研究北京话口语 提供了丰富的史料 这是语言字尔集谈论篇中的一篇文章 大家可以试着读一读 我们看到 对话中有很多北京话口语词 比如 你呢 两下里 话条子等等 这些口语词非常鲜活 在文章的后面符有注释 标注了一些字或词的读音和意思 对字音的标注就是采用的 威托马自己设计的拼音系统 学术界叫做 威士音标 来看这两个例子 他是个公道人 你的话我不信 威托马在标注汉字声调的时候 用数字一二三四来表示四声 并将这四个数字写在注音的右上角 既方便简洁又利于学习 威士音标开始是作为外国使馆人员 学习汉语的注音手段 后来扩大了用途 成为音译中国地名 人名和有关事物名称的通用标准 除了威托马拼音以外 还有一个在中国比较有影响力的方案 那就是优正式拼音 1906年 在上海举行的帝国优正联席会议 要求对中国地名的拉丁字母拼写法 进行统一和规范 会议决定 以威托马式拼音为依据 制定一套体系 叫做优正式拼音 优正式拼音的生母和育母 跟威托马拼音大部分相同 但是不飙声调 是一个混合系统的拼音方案 好 我们来看几张图片 公报鸡丁 公斧 清华大学 北京大学 青岛啤酒 茅台 中华烟 你发现了吗 这些词的拼写和我们的汉语拼音方案不同 那他们用的是什么拼音呢 学了上面的内容 大家肯定都有答案了 原来啊 为了保证一些品牌国际市场的知名度 少量享有海内外的商标 现在仍沿用以前的拼音方案 第二呢 威托马音标 在西方学术界较为流行 一些词汇呢 已经被吸纳为英文外来词 也没有进行改动 这种做法呢 既照顾到了外国人的习惯 也对保持文化传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好 这节我们学习到这里 下节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